必须要克服恶劣的环境 甚至呢要有更好的体力 总统的好手其实并非只有一个一节 2010年世界杯雅典超马赛 在3月15号开跑 45岁的罗维明 他背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自己一个人在雅典奋战 他必须靠着一支领 说完十几天至少一千英里 但是他希望能够获得国人更多的掌声 顶着艳阳一群人正在雅典进行超马比 在照片中突然出现的东方联孔 他就是我国好手罗维明 独自一人在异乡奋战 连同是超马爱好者也为他抱不平 他其实跟上这种最简单的一般的赞助 其实他们也只能去赞助像民意节这种比较出名 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有高知名度的一些选手 可是这实际上我觉得是有一点是在情上天花 并没有说把这个资源真正分配到需要的身上 好友给业替他感到委屈 因为现年45岁罗维明已经是超级马拉松的老手 还曾在去年希腊世界杯超马赛获得第二名 但是从来都没有受到国内体谈的重视 连主观体育的体会会也目不关心 比赛状况还得从英国选手的部落格中 随队采访的报导里才看得到罗维明的身影 没有资助没有奖金 更没有随队助理 罗维明只能忍受孤独 或是比赛的话 我们队内就会发起一些小儿的宣布 然后希望能够让他成型这样 但我们主要发起这些宣布是希望说 在台湾的体育界 因为照理说这应该是有台湾应该要有 比如说像路跑协会这样子的团队来经营 一个人在异乡挑战16天绕行1600圈超级马拉松 得忍受极差的空气品质和单调的比赛场景 既是环境恶劣 罗维明比赛到第九天 还是保持第四名的优异成绩 继续在海外为国争光的他 或许也希望能有更多来自家乡的掌声 您在从华侨诚俊杰台北报告